《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同学们平安 我们现在思想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 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 他们这样行 是因为未曾认识父 也未曾认识我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到了时候 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耶稣说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什么事呢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并且时候将到 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 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曾认识父 也未曾认识我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到的时候 就是遇到逼迫的时候 可以想起耶稣早就对我们说过这一切 耶稣说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因为耶稣还与门徒同在的时候 所有攻击的对象 矛头都指向耶稣 而不会指向门徒 但耶稣即将要为我们钉十字架 他死了之后 门徒就会首当其冲 第一节非常重要 这些事一定要先告诉我们 不然我们会有人信任耶稣 一帆风顺 什么都不会不顺利 结果一遇到试探 累倒的时候 我们就离开神 弟兄姐妹 耶稣说 预先相将事告诉我们 一定会有的 但是就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 是否做主的真门徒 现今我往拆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第五节 现今我往拆我来的父那里去 就是代表他要为我们而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是有的 之前的门徒就已经问耶稣了 因为耶稣说 我要往父那里去 门徒就说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懂 那后来耶稣又教他们很多的 这个天谷的道理 话题岔开 耶稣现在希望说 把话题拉回来 因为耶稣要告诉他们 我们下的事情 只因为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耶稣去父那里 为我们而死 是有益处的 因此耶稣说 来来来 把问题拉回来 再次来让你们明白 为什么我要往父那里去 因为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弟兄姐妹 因为耶稣曾经提过 就是他回到父那里去之后 他要拆下另外一位宝慧师 既然是另外一位 那就代表耶稣他自己 也是那位宝慧师 宝慧师的原文 他这个角色 可以往上或是往下 往上就是他站在 他为了我们 然后向神来代求 或是成为我们的宗保 他也可以往下 就是他将神的心意和旨意 来这个告诉我们 安慰造就劝 辅导我们 关心我们 这就是保慧师 站在一个中间 宗保的工作 耶稣是保慧师 圣灵就是另外一位保慧师 在约翰福里面 大部分耶稣提到 这个圣灵保慧师的时候 通常都是在讲 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 圣灵跟门徒的关系 但唯独在这边 接下来的经文讲到 圣灵跟这个世人的关系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 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 受了审判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复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第八节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第八节这边的原文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圣灵他来了 就要为了三件事情 为了罪的问题 为了义的问题 为了审判的问题 他要责备世人 自己责备自己 这个中文翻译起来 会让我们感觉的是 圣灵光照世人 让世人的良心受责备 然后自己就产生一些反思 这是原文的应用的意思 但经文的原本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应用是很好的 第九节 为了罪 是因为世人不信我 为义是因主耶稣他往父那里去 他们你们就不再见我 十一节 为审判 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圣灵来呢 要责备世人 因为世人 选择继续在罪里面 不来接受真光 不来接受生命的光 那这个其实就是 如果世人不接受耶稣 是从神派来的 尼赛亚救世主 要来救我们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他们如果不相信耶稣的话 那他们其实自己 也没有认为出路 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十章 耶稣就是列举了十种 十件事情来表达说 你们自己的路 根本没有出路 照着你们自己教导自己的 跟你们教导别人去做 你们都要灭亡在罪里面 你们都是罪的 这个奴仆 但天父上帝猜我来 要成为大家的救赎 你们如果不接受 不信我 救世人来为救主 你们都要死在罪中 因此为罪是因他们不信耶稣 圣灵要责备世人 为义是因为他们把耶稣钉死 让耶稣基督就借着死 往父那里去 代表他们杀害了义人 杀害了这位义者耶稣 耶稣被他们杀死 结果不是下到地狱 反而是往父那里去 代表父见证他是义人 所以你们杀了义者耶稣 你们是要受审判的 十一节为审判 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谁是世界的王呢 魔鬼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他就胜过了罪 死 磨 在人生命中的权势 但是对于那些 就是不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人 他就跟这世界的王 也就是魔鬼 一起受到了审判 十二节 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或做不能领受 这一切只能等 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或是进入一切的真理 弟兄姐妹这边就开始讲到 圣灵跟信徒之间的工作 这边讲到说 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有一个历程 从出生 这是一个属灵的baby 从生之后 一直到建筑面 这是一个属灵的阶梯在爬 因此呢 有很多神的真理 包含耶稣基督 他所说过的话 我们在当时 不一定能够领受 但是随着圣灵 不断地教导我们 抚养我们 使我们越来越成熟之后 有些以前不能明白的真理 现在就可以明白了 那这都是圣灵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他并且说 这个因为一切的这个真理 因为圣灵不是凭自己说 这一切的话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也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将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复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弟兄姐妹 这边讲到 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 圣灵乃是将他从 这个耶稣基督 以及天父那边所领受的 来告诉我们 因此 这个上帝在圣经的启示 永远不会跟圣灵的工作 产生冲突 甚至整本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是谁 是圣灵 因此我们常常很渴望 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中 有活活的带领 不仅带领我们认识客观的真理 更希望圣灵 这边讲到说 他要把将来的事也告诉我们 圣灵不仅要把过去 这个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话 也要把现在神对我们的旨意 以及将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都要怎么样向我们启示 使我们可以明白 因此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都会很渴慕 常常被圣灵充满 常常明白圣灵给我们的带领 但是不要忘记 圣灵本身 他也是圣经的作者 因此如果有时候我们说 我被圣灵感动怎么样 我从祷告的时候 圣灵鼓励我怎么样 甚至有些听众姐妹也会说 圣灵启示我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用词都还好 没有什么关系 重点是你所领受的感动 或是教导 他不能跟圣灵自己所启示的圣经相违背 这就如同耶稣一直说 他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乃是在他里面的父告诉他什么 他听见了他就去做 而如今圣灵也是一样 他不会凭着自己做事情 他会凭着他从耶稣基督 以及天父那边所领受的 来告诉我们 他将客观的真理 启示在我们主观的信仰经里面 使我们是真理 有根有基的 重在我们心里面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